下面我们请传承人吴老师来为大家演示基本的针法 别梗针一般用于绣、树枝、藤蔓、一些直线条和弯线条的地方 现在吴老师正在开始孤修的起针 我们每一次在刺绣的时候都需要用到这一个步骤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线条全部打在这个步上 打在塔夫筹上 这样我们的线条就不会掉落 别梗针在绣的时候都是用一些短的线条 一针接一针,中间不留缝隙 上一针和下一针中间需要留一点位置 用于我们下一针的起针 把我们的起针藏在线条当中 这样你绣出来的直线就不会弯弯曲曲 就会非常的平直 我们每一个线段都要距离相等 并且我们在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凡是从右边穿线的时候 我们必须始终都是从右边穿线 如果是从左边穿线 一定是始终在左边不能左右变换 我们的别梗针不仅可以用于绣直线 还可以用于绣弯曲的线条 例如树枝的藤蔓 它有弯弯曲曲的线条 也是需要用到别梗针 但是绣弯曲线条的时候 我们的别梗针就需要每一段线段都稍微短一些 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弯曲的线条更加的流畅光滑 更加的自然 现在吴老师在用刚刚教的别梗针法来绣图章当中的一个字 我们一般绣图章的时候可以用多种针法去绣 但是别梗是一个最基本的绣图章的方法 它绣的时候相对其他的针法来说比较快捷简单 因为这一个图章它的笔画比较细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别梗针 我们在绣的过程当中 每一个笔画都需要绣到位 并且笔画之间不能有连着的线条 如果你的笔画离得比较远 我们要重新起针 还有一些涂章以及字 都可以用齐针的方式或者其他的针法去绣 用斜45度角的方式去绣 那样的绣的涂章就会显得更加的饱满 就像用印尼敲出来的一样 现在吴老师三星学校的这个新字已经绣完了 那吴老师通过用别梗针的方法绣了这一个字 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可以请同学们回家参照吴老师的方法 在自己的小绣绷上试试看 绣一绣能不能把它绣出来 齐针一般用来绣小片的叶子 下面我们请吴老师演示齐针的绣法 齐针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用线条整齐的排列出小块面 一般我们会用齐针来绣小的叶片或者小的花瓣 小面积的部分都可以运用这个针法 它在绣的时候需要绣的同学做到我们的针脚是非常整齐的 在叶子的边缘要显示出叶子的光滑度 我们在绣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 不能因为叶子的长度而让你的线条越拉越长 我们尽量让我们的线条不要差别太大 我们在绣叶子的时候用齐针 我们必须要做到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 不能左右前后长短变化特别的大 这样我们的叶子就会变成齿轮状 我们在绣的时候一定要把所有的针脚收在叶子的边缘处 让叶子绣完之后显示出是一个光滑的边缘 乱枪针一般用来绣大片的叶子或者花瓣 以及一些需要颜色过度丰富的地方 我们在绣的时候它需要用长长短短的线条 以及不同的颜色绣出韵染的效果 比如我们现在绣的这个花瓣用的线条一针长一针短 这样我们在参杂深色的线条的时候 它就能够非常自然的过渡过去 我们在绣乱枪针的时候也要注意我们的边缘 也是需要根据花瓣或者叶子的结构 现在吴老师将过度的颜色掺杂进去 现在的这根线条的颜色比刚刚绣的线条颜色要略微深一些 所以我们的乱枪针在这个时候就会特别的明显 只有你做到长短不一的时候 你的花瓣才会更加的自然更加的漂亮 按照长短按照花瓣的结构去慢慢的枪进浅色当中 我们的线条始终要围绕着花瓣的这个形状 并且它要向中间收容 因为它是一个倒着的水滴状 我们在枪第二种颜色的时候 你下面的针必须是要围绕着这一个点 像一个放射状 现在我们用最深的一个颜色 这样我们有三种颜色的过渡 会让这个花瓣更加的漂亮 展现出它一个花瓣自然的感觉 这样用三种颜色 用乱枪针法 可以使我们这个绣的花瓣 就像国画当中的熨染的那种效果 非常的自然